绝大多数的鬼 都有饥饿的果报 所以常常要求人 求人来帮助他 我们佛们对于饿鬼的照顾很周到 许许多多精灿佛寺 都是布施他们的音识 为他们讲经说法 让他们减少痛苦 也帮助他们开悟 早一天能够离开我道 那么另一个现象呢 就是他多危 孔弃 其实何怕 多危 这叫鬼 诸位要知道鬼的性质 你就不要怕鬼了 为什么呢 鬼怕人 是真的 你要是怕鬼的话 那你怕不如鬼 这个就错了了 世间业余 有所谓 人有三分怕鬼 鬼有七分怕人 如果遇到鬼 你大声一叫 他马上一下跑掉了 他不敢惹你了 你越懦弱 他越欺负你 你比他强 比他还厉害 声音比他还大 动作比他还快 他赶快就跑掉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遇到鬼 不要害怕 如果修佛的人呢 念阿弥陀佛 念观世音菩萨 都很好 他听到佛号就走了 菩萨 论云 鬼这 鬼这鬼就害怕了 鬼的心情 叫鬼头鬼脑 鬼鬼祟祟 确实鬼是这种心性 他心不正 念头是邪的 所以他怕正 邪不胜正 所以说 虚切多为 有为者呢 能令他为其为 也有些鬼 人就怕他 这些鬼是 是有负责 一般人 怕他 但是 人一个人 心真 就不怕鬼 心虚 心邪 这种人 这种人怕鬼 这种人怕鬼 感谢观看